今日的AT個股推介 建議大家留意華潤電力836 原因是傳統火電業務有望延續復甦勢頭 回顧潤電的中期業績 佔總經營成本最多大約是6.4%的燃料成本 按年跌9.7%至278億 而節省的成本佔除息稅前的盈利大約是3.4%左右 仿電業務在期內成功扭規為盈 成為公司核心利潤7億3千萬的主因 展望未來經濟活動復償有利用電量回升 公司再現長期穩中有升的勢頭 第二是潤電 這個可再新能源的發電業務由2024年開始就步入高增長期 風電和光復的裝機容量在可見的將來分別有約3.3%和1.5倍的提升 彭博綜合喧商的預測 潤電可再新能源發電業務收入由2024年起 步入按年增長超過20%的趨勢 加上火電業務成功是虧轉型 有在潤電每股派息持續增加 會估近兩個月 一眾勸商給予潤電的目標價平均值是20.56元 較潤電上星期收市價15.28元 高出3.4元左右 投資者不妨掛15元去買入潤電 年內先看18元的關口 或者持有作長線收息 但跌穿2023年10月的低位13.5元就適宜自洩 敵電子 敵電子 敵電